欢迎继续回来 我们之前有讲到 这个创世记第46至48 而我们现在开始就讲 创世记第49至50 我们一测一测 首先就看49的上线 就是雅各为12个儿子祝福 雅各为儿子祝福 尼亚就有一堆儿子 匹拉也有一堆儿子 色拍也有儿子 有这些抽人 流变你是我的长子 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 本来应该有大尊荣 但权力应该是超纵的 但你放纵了情欲 必定不能去居首位 因为你上了你爸爸的床 污秽了我的塔 我们之前也解释了 今天不在这儿解释了 尼未西面 西面和尼未是弟兄 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我的灵雅 不可以跟他们同盟 我的心 不可以跟他们联络 因为他们趁发生气的时候 杀害人命 任意砍断了牛腿的大根 他们的怒气 暴裂可奏 他们的粉痕残忍可阻 就座 我们要令到他们 分居在雅各家里面 散住在以色列的地里面 好了 之前已经讲了 所以不再解释了 到犹大了 犹大亚 你的兄弟们一定会赞美你 你的手必捏住仇敌的颈项 你父亲的儿子们 必定向你下拜 犹大是个小狮子 我的儿子 你捉住食上去 你屈身下去 就好像公司 坐下的时候 就好像武士 谁敢惹你 主一定不会离开犹大 将必定不会离开他两脚之间 直等到赤平安的人来到 万民都必归信 这些人 犹大将小狼传在葡萄树上 也将狼区传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他在葡萄酒里面洗衣服 在葡萄汁里面洗了刮袍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 他的牙齿也必因奶白亮 这边后面就是生命记 好了 到西部轮了 西部轮就是说 必住在海口 必成为停船的海口 他的境界必然到西顿 到以撒加了 以撒加是个强壮的路 饿在羊圈之中 他以安静为佳 以肥美为地 就低肩背重 成为伏府的仆人 好了 接着到但 但必判断他的文 作以色列的支牌之一 但必作道上的蛇 路中的刺 咬伤他 令到骑马堕落 于后 也说 我们向来等候你 好了 到迦德 迦德必被敌军追逼 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筋 好了 到迦德 迦德的地必出肥美的良色 而且出君王的美味 到拿弗塔利 拿弗塔利 是被释放的母鹿 他出了加美的言语 好了 这里就是对其他儿子的祝福 我们接着 之后就会回来继续讲 对拉结儿子的祝福 好了 稍后再继续